兩岸的關係 我想很重要的 我們兩岸的交流需要透過和平對等 民主對話的方式來促進兩岸之間的交流 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至於九二共識 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再三的講過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 這是台灣人民沒有辦法接受的 而且也多次表達了台灣人民的意見 我想很重要的是希望各個黨團各個黨派都能夠來尊重我們台灣人民的意志 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希望各個黨派都能夠按照這樣的方式來促進兩岸之間的交流 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來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 更重要的也減少對台灣的脅迫 然後理性的來促進兩岸之間的交流 謝謝